今年年底前 我们要拼的是250万 其实我有信心会打标 但我觉得应该还要更多 更多才行 我们要拼300万400万 甚至呢 罗友志喊出了一个天花板 817万 对 818 818 就要冲过 那韦翰你觉得有机会吗 我觉得其实 说是在破200这个事情 很多人原本都觉得不可能 原本都觉得 因为100多万也听很久 因为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网络要订阅真的没有那么容易 你喊了半天 可能一年只会增加个三万五万 对不对一年我讲 对大家都很清楚嘛 那所以就是要有支持 而且是非常强烈的支持 才办法到达这样子 那很快的 我记得上个礼拜四的晚上 九点多 我跟玉琴跟江源路 live现场的时候 是156到157 对差不多 上礼拜四晚上九点多 快十点 可是你看po的一下 已经从150几到 现在已经212万 对 那这样多了 多了六十几万 对 所以我是觉得年底前 破250应该 这样看起来是没有问题 但是有没有像有事讲到 818万票的话 818万订阅啦 那就是要看网友的支持跟鼓励啦 那当然因为网络的世界很不一样 对很多的网友 我知道现在在看这个 我们这个大新闻大报告的观众朋友来讲 如果你本来就是用手机的 像这样我拿手机的 有很多阿姨 他们都是用手机在那边看嘛 每天就像我这还是个架子 对不对 可以直接摆着一边那边吃牛肉片一边看 如果你是用这种手机在看的 其实你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差别 对 就是说可能节目的风格变比较活泼之外 那本来就是第一次台 Cable的会有影响了 那刚刚进来的那个蔡老板 他就对员工负责 他会有影响 而且立刻有网友说买鲜辈来吃 对对对 所以就是要支持 你就是要先订阅 那当然了 我是先前也有跟大家讲 我觉得今天有点跳蹄 因为反正网络节目的话 我会看大家留言 因为我看很多 中天还有个快点TV 那快点TV的APP 其实会更直接 因为现在网络的管制 看起来是下一步要进行的 包含了网络的留言等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民进党要这样做 赶尽杀绝到最后官兵民反 自爆的会是民进党 我先跟大家讲 其实就是这样 只是你不知道 那个自爆的时间是多少而已 那一样的 就是大家订阅 那年底之前250万 再看看嘛 反正我几乎每天都会来 所以如果各位网友有什么意见 或要问什么问题的话 我都有在看 现在是46,687个人线上了 那下午的两点时间 现在应该是永贯各台 真的 对 等一下如果网友 这个数字坦白说 我平常都没看过啦 平常 选举可能也没这么高啦 平常也不会那么高 那所以现在大家既然就是 电视看不到 所以显然 就是很有效的转进来 其实我就讲我要讲 当然 我也是 我到现在为止都在讲我要讲 等一下我们来讲电视墙 我也可以站起来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 因为我跟千惠都做电视出身了 最痛苦就是每天看 I see Nielsen那个收视率 对 我都被那个制约了 但是我长期以来 你没有梦过收视率 我每天在梦 我老婆会啦 我还好 因为我自己 我不是专制主播 我就比较不管这件事情 主播很严重 有时候为了那个0.1 0.2 真的会 今天是笑还是 这个 他决定我一整天的心情 可是问题是 长期以来 我真的必须讲 我不是说今天中天 遇到这个状况 专网路台我才在讲 大家看我过去的言论 跟我的文章都有讲 这个调查一直觉得 3000个Hz到底在哪里 它可以决定 每一家这个电视台的 那个收视率的 那个深杀大权 长期以来 我也是一个问号 那现在既然是这样 你也不用看了 的状况之下呢 你更实际的 线上的人数在这边 当然这个没有计算 因为不在cable里面 所以反而让 这个实在要看的观众 他更清楚的来这个台 其实是货是福 还很难说啦 我觉得 那你觉得 像我们到年底前 250万没问题 可是接下来 肯定会有一个高原期 会不会 我觉得我不太能抓出 哪里会开始停缓 我其实不太 没有懂到这个程度 可是我相信 一定会到了一个极限 就是说 真正的观众群 都已经满足了 所有喜欢看中天人 都也真的都订阅了 因为以前有很多的 我相信很多的长辈 或是叔叔阿姨 你们是看家里的第四台 现在穿穿穿的 就是这样50年 50年线就没了 没了就听说 可以订阅 YouTube就去订阅 那这些人现在开始转进来 所以速度会很快 可是等到 这些 有在看中天的人 都已经被告知 知道要转成YouTube之后 再来就可能会出现一个 就是卡关期 那那个时候就 可能就必须要有更多的 优质的节目去吸引观众来看 我们来看到 小英总统来了 有没有这次骑白马 我们来看到 主要也是要宣传说三倍券 快到骑 到骑 怎么回事 反正他先说 12月31号前 记得使用三倍券 小英 关心你 那他就说了一个故事 就这样子 有一天来自台湾的女孩 背圈和朋友 背卷好了 和朋友在骑马 骑着骑着骑到一个悬崖边 眼看着背卷的马 就快要跌落山谷 朋友大喊 三倍券 快到骑 于是 背卷就想起来了 三倍券 快到骑了 你花完了吗 我不知道 这个哽 因为小英总统最近很爱做图 那我不知道 韦翰给这张哽图 这张图 还有利用一些 什么谐音 到骑 这样给多少分 我知道你对他前一阵子的 那四张的萊猪哽图 其实你是 觉得不及格的 很糟糕 我们先来讲这个部分 好不好 基于他是我们的总统 所以我们必须最高给他87分 最高 可是在我心中其实只有59分 不及格 还是不及格 这张都骑白马了 所以你看就是套路 这个人跑去 不是这个人是我们院长 还要尊称一下 院长跑去买漫画 说叫大家记得用消费券 总统也叫大家记得用消费券 所以我就跟你讲嘛 这个就是在讲大家要用消费券 只是一个套路而已 就这边出彩了 他这边是没有出彩 可是我刚刚讲 为什么我只有59分 你叫快到齐嘛 你至少配一张照片 是你倒过来齐的嘛 对不对 网友有没有道理 有的话按加加 本来就是啦 对对对 他没有到齐所以这是假新闻 你没有到齐啊 你不到齐啊 你是正齐耶 你没有到齐耶 对不对 那个千惠是湘黄旗啊 OK好 那所以这篇文 这个我也写得出来 就是文青寺的波梗啊 三倍券到齐 干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也就只是要驾站 那当然英粉会觉得说很开心啊 可是现在叫大家用三倍券 因为其实基本上大家几乎都用完 只剩一点点没有用而已 是台湾民众最关心的吗 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什么 是莱猪要来啦 是核石要来啦 是有没有办法能够在明年的时候 打到新冠肺炎的疫苗啊 是中国大陆的疫苗 如果被印尼的人打了以后 他要来台湾的时候 他到底身上有没有效 我们关心的是这个不是三倍券啊 那你不是三倍券 你要铺一个梗 让大家讲说我骑马快点到齐 三倍券快到齐 那你有到齐吗 没有啊 所以这是失败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茶碎面 没有 腸子没挑过 就失败了嘛 可是有没有很多网友很开心 有啊 英粉很开心啊 所以这就是英粉 各人做盐 各人搭 我就讲嘛 英粉当中 有没有人不吃莱猪的 一定有啊 我觉得应该有 我跟你说 来上我节目的李静英委员 你现在帮他爆料一下 本来就什么爆料 他直接在节目上讲啊 他就说我不会买的啊 他就不会买 他媳妇在坐月子 他就叫他媳妇 都不要吃那些猪内脏了 你看 他不只说一次 所以我就讲 这个事情是这样 你可以不要吃莱猪 也告诉政府不要吃 然后你下一次选举 再投给民进场那也可以啊 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这个氛围哦 好像都被制约了哦 我如果是支持民进党的 支持撤英文的哦 我就不能出来说 我不要吃莱猪 说的好像很厉害 人家跟我骂啦 你就吃到过程度去死好了 对吧 你应该要大胆的告诉蔡总统 我不想吃到 我知道美国要我们买 而且我也支持总统你妥协 但是你要不要吃 我因为我不要吃到 连这样讲都不敢讲 那就没办法了吧 所以你愿意把你的权力 也阉割以后送给蔡总统 你愿意在网路上面 现在大家看到 我看到有很多人在讲中间 我也跟大家说了 你可以不看这个台 或者是你对台有什么意见 都OK 但台湾现在已经走到 因为从来没有过嘛 一个新闻台被直接不予换照 等同日是停播 没有过的 对 那民进党的党纲 我就跟大家讲 是多元公论 没有多元了 现在已经没有多元了 不要再笑人家什么一言堂 我们台湾现在慢慢走向一言堂 那就事论事 这篇po文 其实说实在的啦 我不觉得有那么幽默